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 醋飯 這一個 上癮誰才賣的 45塊 好 再來 生魚片丼飯 也要有干貝 生食雞的 280而已 這個 三夢丹蝦 幾隻 這個等一下我就來 都鋪在飯上面 來感受一下這種 大海的味道 生魚片 這是熟的 鮑魚啦 九孔 小鮑魚 好 那我們的製作方法很簡單 第一步驟 鋪飯 我們家沒有調亮的紋 只會用這種 很香耶 馬上好了 下一步驟 先鋪一層鮭魚 可以認真鋪嗎 我先倒上去然後再鋪 這樣可以嗎 我不能看到飯 有個自肥料理 可以吧 下一個 本來是用海膽 還太貴了 一點點 還行啊 生食級的 怎麼可能不行 那幾顆 歐盈嗎 歐盈啊 這個東西 這個是初套的東西 新喝280 可以嗎 應該還行嗎 不知道 再來 下一個 大海的味道 大海的味道是什麼味道 新味 一點點新啦 但我覺得應該還可以 都很搞一通耶 完蛋了 完蛋了 那些真的很專業的日本師傅 看到我這樣弄 沒有想到不是專業啦 我就爛了 好 好 有個小味 好啦 這個擺裝飾一下這樣 這樣可以嗎 兩顆就好了 好 活的耶 喔 還可以喔 有點醜耶 不然給你擺 好 我擺一個 好不好 這個鮭魚 要疊在一起 才有那個 一個感覺 好 這樣子 繞一圈中間放一顆干貝 剛剛好 然後這干貝 補在這裡 這下子要放哪裡 下子 這樣 好香喔 喔 哇 一般整個feel都出來了 跟我弄得差不多 這樣子 然後飯還是不見了 對啊 就這樣飯要不見了 你看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看 有啊 我想還好 還可以啊 比我 容易看覺得還行 來啊 來啊 給阿嬤吃 這碗給阿嬤 這碗給阿嬤吃 這一碗跟咖哩 那也比較好看 你們自己在下面留言 在下面評論 沒錯 今天我要來吃 黑啊 我也不是 你黑啊 我要吃 你黑啊 我要吃 好啦 你請吃我 繼續錄影 你看 雖然被挖一個洞 但是還是 不失它的美 對吧 這個霸氣程度 真的 超爽的 這個外面賣的 你覺得要賣多少錢 我覺得少說要兩千吧 我們一千就搞定 他說這是特辣的 先吃個 鮭魚 他是主角 雖然他已經不見了 鮭魚 我覺得這家 鮭魚很穩定 還是鮭魚就是這麼穩定 呵呵呵呵 就是怎麼吃都很好吃很香 吃吃看干貝 老實說我自己吃干貝啊 我比較喜歡吃 那種乾燥的 那個佛跳牆裡面 那種乾燥的干貝 我覺得他比較有味道 這種干貝我覺得吃起來 就像生魚片 對 他是生魚片 就是 就沒什麼味道 我感受一下 一口嗎 一口嗎 他吃起來就是 一點點甜的生魚片 就在味 就他最貴 我覺得他要煮熟 他才會有干貝的 一種香氣 不然我就吃起來就是 一坨肉而已 對 那蝦子呢 老實說啦 蝦子 我也比較喜歡吃熟的 好開心喔 不行對不對 先不要 我大概煮一下 我覺得這個跟干貝吃起來差不多 但是他 很黏牙 就吃起來會 勾勾這樣子 然後沒有味道 就這樣而已 該吃個飯了吧 我飯沒吃啊 不會飯最好吃啊 對 飯加這樣子 這樣不就是壽司了嗎 嗯 比真鮮的好吃耶 他為什麼沒吃 九孔 我就要跟蘑菇店 覺得臭臭的 沒有沒有你要吃 你必須吃 你說要買的 我就說你不搭 你就說要 我不要我剛剛聞過了 也給 哇咖啡弄得多一點 可不可以 對啊過了這麼久了 可是他是有名的 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不會有問題啊 那就是臭臭而已 就是臭臭而已 那我咧 沾一下 他有味不能吃嗎 還是都可以吃 都吃啊 喔 這一顆多少錢 二十塊 二十七塊 是嗎 天空太多了 呵 呵 表示他 特辣 沒有說錯 真的很大 吃起來呢 像花枝 沒有其他味道 就只有煎味道 我剛剛就是一直嗆 我也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要體驗什麼 他有一塊黑的地方有點鮮味 我覺得應該要去掉 還是不能吃的 內臟 有觀眾知道的話在下面告訴我 其實這支影片就是我們自肥 就是覺得去打台 我們花了兩千塊三千塊 然後都輸錢 不如拿那個錢來吃 所以我們就搞了這個 而且阿嬤又喜歡吃生魚片 所以我們今天是來孝順阿嬤 阿嬤吃了嗎 阿嬤在這邊啊 我想阿嬤怎麼都不吃 綠袋阿嬤 結果還沒給阿嬤 大家如果想要看我們可以用什麼其他海鮮的話可以想要留言 如果預算許可的話我們一定做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啦 IG追蹤點數人讚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